这个女人太好色了 樱花树下摆弄身姿 口中吐出一口烟圈 她叫清夜 是一名玉局屋的游女 虽然不是头牌 但人气却是玉局屋第一 嚣张的性格 让很多男游客很喜欢 清夜小时候本来是讨厌游女的 第一次见到玉局屋花魁游戏 她就觉得恶心 但是孤苦伶仃的她跟随母亲后 却被母亲悄悄卖掉 好巧不巧正好被卖到玉局屋 被老板娘打量后 就被带到花魁面前 还成为了花魁的小跟班 很讨厌这个女人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她 而女人嫌她太邋遢 直接带她去洗澡 小清夜不喜欢这里 很快趁人不注意 悄悄地逃跑了 但她一个小女孩 能跑到哪里去呢 很快就被玉局屋视为捉住 小清夜想要反抗 男人就告诉她 你离开这里几天后就会饿死 如果你执意要离开 那么就等这个枯树开花 那时候就是我带你离开之时 小清夜被抓后 就被绑在石头上 打了几个小时后 鼻青脸肿的她 还要给玉局屋干活 她来到花魁屋子后 还看见了不堪入墓地画面 这让她更加厌恶流语这职业 花魁出来后 她知道小清夜在偷看 于是故意刺激她 说她这辈子不可能成为花魁 但性格倔强的她 不服气花魁说的话 扬言自己一定会成为花魁的 很快花魁被人赎走了 她临走前 还将发赞交给小清夜 并鼓励她尽快成为花魁 小清夜为了不被看不起 学习各种玉局屋接客一记 终于在18岁这天 她可以选择一个男人 学习生物知识 虽然她不是花魁 但长得比花魁还水 还被花魁喜欢的画家画素描 这让现任花魁对她产生敌意 还特意串通老板 给她介绍一个老头 清夜来到老头面前 老头不喜欢年轻女子 但清夜故意刺激老头 说她是不是有问题 老头一听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大 就直接把清夜给绑起来 但清夜已经把老头拿捏了 不一会老头就放她 还亲自教授生物知识 清夜出道后 立马就受到很多游客喜 这个女人只是稍微一嘴 就有很多男人前来围观 并赞叹她有个性有气质 并愿意发重金与她闲聊一夜 但身为游女 她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对游客付出了真心 这天她遇见一个男人 闲聊过程中 她得知男人是她的老乡 男人说话也很有书生气质 与清夜见过的男子不一样 加上是自己老乡 清夜对她格外的伤心 而且男人对她很温柔 这让她少女的心 有些蠢蠢欲动 每当男子来到玉局屋时 清夜总是亲自接待 男人被清夜美貌所吸引 还发下毒是会带清夜离开 而清夜也慢慢尾身于男人 但是清夜的人气实在太高 很多男人都喜欢她 就连现任花魁喜欢的画家 都整日沉浸在清夜的作画中 这让花魁更加恼怒了 这天玉局屋来一个游客 指名道姓要清夜接待 清夜出去接待客人时 花魁趁清夜出来 告诉她她的相好在片房等着她 而这一切都是花魁安排的 果然在片房见到了男人 并与男人聊了好久 而客人见清夜迟迟不归 直接挨个房间的寻找 在现任花魁的引导下 男人找到了片房 还撞见清夜背着她与男人在一起 客人一巴掌打在清夜脸上 而男人则在一旁看着不出声 提了提哭腰带准备闪人 清夜看着男人失望至极 男人只是看了一眼清夜就离开了 清夜气得眼睛瞪巴 这TM是男人吗 也许是的吧 只不过自己眼睛瞎了 因为在玉局屋得罪客人 他很快就被绑起来吊打 棍子一棒棒敲在他身上 可是他却没喊一句疼 因为他的心比身体更疼 被惩罚后他独自一人伤感 只有关心他的亲次来看望他 而陷害清夜的花魁 还来到他面前嘲讽 清夜有火找不到解除 正好有送上门单 他直接上去就是开干 但最终还是被亲次拦住 因为他不想让清夜再次受罚 但清夜对男人还不死心 他还想出门见男人一面 亲次拦住他 但是他还是出去了 大雨天他带着斗笠行子 见到男人后 男人没有赶过来 而是对他微微一笑 清夜知道这个男人心里没有他 虽然很心痛 但他还是跑到河边去发泄心情 而亲次跟踪他也来到了河边 看着他发泄心中的不快 而花魁这边 看着画家也并非喜欢自己 而自己把一切都献给了画家 换来的却是稳物 不甘的花魁 抽刀刺向画家 结果还被反杀了 没有花魁坐镇的狱屋 最后决定让清夜来当花魁 这是岛国的花魁道中 小穿20斤的鞋子 身穿30斤的衣服 卖着八字骨 像蜗牛一般的前行 虽然走路姿势难看 却有很多人围观 成为花魁后 就有一个武士找到他 武士拿出一袋银子送给他 但身为花魁的他不缺钱 认为这是在侮辱他 直接救下了竹客令 有了清夜的正常 玉局屋生意越来越火爆 同样的还受了一个未来小花魁 几天后 武士再次来到玉局屋 他并不是来找清夜麻烦的 反而是为了上次对清夜的不礼貌 前来道歉的 清夜也没想到 高贵的武士竟然会给他道歉 那之后武士时常来找清夜聊天 并承诺要给清夜一个家 但清夜自从被男人伤到后 他不再相信爱情 向武士提出要求 如果明天早上吉原开满樱花 自己就嫁给他 第二天一早 清夜打开窗户 没想到吉原真的开满了樱花 但那并不是上天的安排 而是武士花种金 在一夜之间 把樱花种满了整个吉原 并且当着所有人面 向清夜求婚 所有人都高兴时 只有一旁的清次高兴不起来 很快清夜怀孕了 但孩子不知道是谁的 清次让他打掉 可是清夜坚持留下来 并把这件事说给武士听 武士并没有嫌弃清夜 反而承诺以后会照顾他们 但不幸的是 清夜流场了 那一晚是清次首夜照顾他 而清夜也想起小时候 清次对自己说的话 当枯树开花时 就是他带自己离开至极 清夜来到枯树下 不知不觉地枯了出来 枯声引来清次的注意 这次也是清次在他身边安慰他 很快时间一转 就来到了清夜与武士的分期 但奇怪的是 玉局屋的枯树 竟然开出了一朵樱花 清夜看着花朵 好像明白了什么 与清次相视而笑后 他们果断跑出了玉局屋 去到了开满眼花的田野 而武士在大婚当日 却迟迟等不到清夜的到来 他的痴情终究是覆错了对象 而清夜之所以没有选择武士 是因为他很早就与清次埋下情愫 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加上清次是一个懂他的人 所以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 也要与一个懂自己的人在一起 感谢观看